唐三第五魂纪蓝银霸王枪应接杨无敌破魂枪 前辈请叫杨无敌 八十二级强攻系战魂斗罗 杨无敌的武魂出现了右手 是一感杖耳长枪 蓝金色光芒闪耀 一根蓝烟黄从唐三的右手掌心中跳跃而出 紧接着 他那完全可以象征自己身份的六个魂环悄然而出 你的武魂不是浩天锤 前辈会看到晚辈的浩天锤的 说着唐三身上微微向前叹 后背略微攻击 血色的扒猪毛现身 无数蓝银皇顿时从他的身体周围奔涌而出 杨无敌身上亮起的同样是第一魂环 唐三清晰地感觉到 在那恐怖的气势面前 他的身体竟然变得迟滞了 砰了一声 杨无敌的身体重重地撞在了 怕为蓝银求荣的蓝银皇上 但唐三还是低估了破之一族这个破子 杨无敌这一枪刺出就没有停顿的可能 杨无敌左手猛的一拍枪尾 长枪骤然加速 依旧朝着唐三胸前飞去 同样恐怖的攻击气息 唐三只在剑斗罗陈欣身上感受 瞬间转 唐三出现在了杨无敌的上空 杀神领域从空中释发 杨无敌大喝一声 长枪上的第五魂环亮起 一圈黑色的火焰 骤然从他身体周围疼起 唐三出现在了右臂处 蓝金色光芒昼放 第五魂环闪亮 他手臂上的光芒 已经蔓延到了三米长 就像一只金光灿烂的长毛一般 第五魂祭发动 蓝银 王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